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四百一十五章 太子长大了 不该有这么老 面对朱秀荣的话 方杰帆无比汗颜 沉的意思是 我明白 朱秀荣笑银银 一双秋水剪毛里满是欢喜 薄唇清奇 愉悦地开口 好啊 你要送我礼物吗 送怎么不送啊 只是方杰帆想了想 他想个办法才好 送点有心意的礼物 因此他笑着许诺说 不过殿下请放心 到时候一定准时送到 朱秀荣奄然一笑 目中满是期待 俏丽的面容里透着喜悦 朝方杰帆轻轻喊手 说 那我可等着了 过了一会儿 外头有宦官来说 陛下知道新建伯在此看诊 问问有没有这么快 若是公主殿下无恙 就请去暖阁一趟 又来了 方杰帆无奈地朝朱秀荣笑了笑 我写个方子就走 朱秀荣也朝他笑着喊手 那刘嬷嬷取来笔墨 方杰帆提笔 随手写了一些滋补身体的方子 便匆匆随那宦官赶往暖阁去了 暖阁里头 朱后赵受到礼遇了 他有了一个座椅 此时舒舒服服坐在上头 他看着洪志皇帝低头在批阅奏书 便忍不住问他 父皇在看什么作数 洪志皇帝抬头看了他一眼 目光透着几分严厉 这家伙好了伤疤忘了疼 总是那么不老实 那么的不甘寂寞 朱后赵碰到洪志皇帝的目光 脖子不由缩了锁 感情自己多嘴了 正在朱后赵犹豫着 怎么为自己开脱的时候 洪志皇帝竟是开口悠悠的说 青州府有奏 前些日子青州府发生了水患 知府吴江 亲率人上河堤 加雇河堤 幸好河堤算是守住了 不过因为连日暴雨 作为青州府还是死伤九十多个百姓 其中一处粮藏 因为地处低洼 因而仓中粮来不及运走 朱后赵立即发挥自己的长处 很是困惑地截住洪志皇帝的话 父皇 不对啊 一般的粮仓会设在低洼之处吗 而身在林秋等地屯粮都会将谷仓设在高处啊 为的就是防范于未然呢 说着 他停顿了一会儿 认真地想了想 他继续说 还有啊 连日暴雨 死伤九十多个百姓 这其中也有蹊跷 百姓们又不是傻子 往往村里之间多少会互助的 若死伤十几人还说得过去 一下死伤这么多人 儿身觉得有些不对 主后照顿了的 意犹未尽的样子 更奇怪的是 若是暴雨成灾 而真在林秋时就听人说过 暴雨成灾的主要问题 在于河水暴涨 甚至漫过河堤 这知府无疆 在一个死伤九十多人的暴雨之下 居然还带人上河堤 他不怕被淹死吗 洪志皇帝微微一漏 就你诸侯照话多 洪志皇帝想了想 接着又举出另外几份奏书对照 梁九他才开口说 理应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还有山东不正十四的走报 情况和青州之府相同 除此之外 还有镇守太监的走报 山东不正十四 青州之府衙门 镇守太监 这三份奏报都雷同 显然在洪志皇帝看来 是不会有什么大错的 诸侯照却觉得不正常 他一整次言提醒洪志皇帝 父皇该好好查一查才对 让常卫去明察暗访 而臣总觉得其中有太多蹊跷 灵秋一行 让诸侯照亲眼见到地方上运转的情况 从前他在东宫 其实对所谓的灾害 更多的只从底报和奏书里 所奏报的那些文字记录而已 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脑补物 这就是诸侯照信中所谓的灾害 可真正去过灵秋之后 却发现 从前自己脑补出的景象 和现实中的事物完全不一样的 至少再碰到今日这情况时 他觉得 里头实在有太多的疑惑了 洪志皇帝微微也愣 看着顾着的诸侯照 沉默了很久 最终做了退步 也好 查一查就是了 说着 他提起朱笔 在奏书之下 批住场位彻查四字 洪志皇帝放下朱笔 台谋认真地看着朱侯照 竟是微微笑了起来 皇儿啊 不知父皇有什么吩咐 洪志皇帝笑着说 以后有事 要懂得深藏不漏 别动着就乍乍乎乎 就说方才的事吧 你人没有去山东 就提出这么多质疑 你在朕面前提到也罢了 可若是身边有臣子 你说这些 臣子们会怎么想呢 你说的话 若是传出去 地方的官员 又会怎么想呢 朕相信 朕几次整肃立志之后 陷下咱们大明还是清明的 为人君者 万万不可苛刻呀 一旦刻薄 臣子们便离心离德了 就说这个秦州知府吴江吧 大灾发生之后 他亲自带人上河堤 也算是一员干礼了 虽然受灾严重 可对待这样的干礼 万万不可刻薄呀 今日洪志皇帝 算是脾气好的了 竟没有喝止诸侯照 而是采纳自己儿子的意见之后 和颜悦色地跟他讲道理 此次地崩 给了洪志皇帝太深的印象 他心里很舒服 自己的儿子 也算是有些出息了 当然毕竟还年轻 不懂事 有些事还得教育 朱后赵对于洪志皇帝的话 却不以为然 摇头说 可儿臣确实觉得有蹊跷啊 洪志皇帝笑容逐渐消失 这是蹊跷的问题 这是告诉你怎么做一个好皇帝 好皇帝不只是靠去救灾 当然这一次救灾 你朱后赵确实立了大功 可是好皇帝也必须得有眼光啊 若是不懂得宽宏大量 臣子百官们 如何尽心竭力 为你效力 洪志皇帝觉得 自己跟朱后赵和颜悦色 讲道理没什么用 因此他不由板着脸 你觉得有蹊跷 可朕实在看不出蹊跷 你觉得事情有出入 可朕懂得看人 这个吴江 你知道是什么人吗 你不知道 他是成化九年的进士 在成化十一年 弹劾了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万安 他在经理任官时 几次力不经查 他都身受好评 他不但是个干力 还是个连力 这些你都不知道 却是胡言乱语什么呀 真命常为暗访 不是因为当真听了你的话 怀疑无强 只想让你知道 对臣子 万万不可 无端猜测 到时 你走着瞧吧 正说着 外头宦官说 陛下 方济帆到了 选 洪志皇帝停止争论 露出一副 无视人的样子 方济帆进来行礼 洪志皇帝说 此座 宦官取了锦蹲来 方济帆坐下 陛下 这些日子 臣和太子离京 陛下轻受了许多 陛下日理万机 实在很叫人佩服 洪志皇帝 自动忽略日理万机之类的话 而是淡淡开口 说 太子 自命郑国公 这郑国府 该引荐了 就在西山吧 方济帆有点反应不过来 陛下还真把这儿戏当真了呀 方济帆连忙开口说 可是西山那儿在弄农家乐 陈爬土地 这无妨 又不需大兴土木 先有个架子即可 方济帆 你辅助太子 有功 可往后 若是太子 再东奔西跑的 朕唯你是问 似乎 洪志皇帝 想从源头处 解决诸侯照的安全问题 既然太子管不住 那么就管你方济帆了 出了什么事情 就找你 连坐 方济帆 委屈地皱起眉头 臣 臣哪里管得住 太子殿下呀 朕不管这些 他想不想你获罪 就看他是否想害你了 洪志皇帝绷着脸 不讲任何道理 诸侯照嬉皮笑脸地说 父皇 放心吧 儿臣断然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 儿臣拿方济帆的人格担保 洪志皇帝身以为然点点头 可随即他想起什么 便凝视方济帆 说方济帆 有一件事 朕想问问你 方济帆觉得自己挺苦逼的 啥事都跟自己有关系 因此他明明嘴唇 有些委屈地开口说 还请陛下明示 洪志皇帝说 这一份奏书 你看看吧 似乎觉得方济帆比诸侯照靠谱一些 偏偏这太子对自己不服气 所以 洪志皇帝索轻让方济帆来说说看 方济帆接过奏书 上头正是那青州之府无疆的事情 青州之府无疆 方济帆心中咯瞪了一下 自己竟是将他忘了 方济帆立即对洪志皇帝说 陛下 臣觉得这奏书有蹊跷 洪志皇帝一愣 眉头紧紧皱在一起 他原本以为方济帆会支持自己的 洪志皇帝又说 那么 你再看看这几本奏书 另外几本奏书 都是关于山东不正是司 还有镇守太监 似乎洪志皇帝觉得这还不足够说服方济帆 便朝身边宦官使了个颜色 去去吏部 宫考部来 事关无强的 那宦官匆匆去了 方济帆将一边边走书都看过 等那宦官取来宫考部子 不得不说 武将是个官生极好的人 不敢说在大明 就说整个山东境内 他的声誉是最好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今 《明朝百家子》 《明朝百家子》 更多有声读 请在微信 L.A.N.C.E. 911分 感谢观看